3月8日,清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预览同胞纪念馆在幸存者名单墙前举行去世幸存者歇登仪式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吴正喜、陈肃华两位老人的家属和纪念馆工作人员一起默哀追思逝者祈愿和平 据清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预览同胞纪念馆官方发布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陈肃华于2019年2月27日离世,享年90岁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吴正喜于2019年2月28日离世,享年95岁 活动当天,肃穆的去世幸存者歇登仪式正式举行 幸存者家属和纪念馆工作人员先后向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献花、鞠躬 随后,幸存者家属分别向管方捐赠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遗物和史尿图片 66岁的武蔑官告诉记者,他从小就听父亲吴正喜口述1937年 清华日军野蛮杀戮中国同胞的事情 每当想起家人生死离别的往事,他泪心十分心痛 父亲啊,你一路走好 父亲跟我讲的,日本人精神嘛 那时候父亲呢,是刚刚13岁 他青年目睹了我的爷爷被日经而然残忍地杀害 他非常的同行,他非常的难过 武蔑官称,他不会忘记那段历史 将继续用口述的方式,让后人民记历史珍爱和平 不能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以为是背叛 我一定要牢牢记住父亲,记住他的遗址 对不对,把这个工作搞下去 好,保证会 不经历 对不对 这样子 他们话